大家好,我是小K 1972年6月,伦敦彩虹剧院上演了一场不寻常的演出 英国重金属摇滚乐队、身子乐队 采用了特别定制的音乐设备在台上激情迸发 而台下则有数百名粉丝莫名地感到恶心头晕 中途不得不提前离场 还有一些观众甚至失去了知觉当场昏迷 而引发这一切的原因是观众们被现场高达117分贝的声波击中 身子乐队也因此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为世界上最造的乐队 不过这个头衔在四年之后就被谁人乐队所取代 达到了126分贝 接下来摇滚乐团们都不甘落后 电子乐团Live Field在1996年的演唱会上最高达到了137分贝 直接把天花板上的石膏给震了下来 137分贝是什么概念呢 相信很多人是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强度的声音的 那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你就会懂 根据声压计算 在空气戒指中 这个声音强度相当于一颗黄豆在你的耳膜上跳踢踏舞 正是因此 在2009年之后 这一项世界纪录 因为涉嫌鼓励听觉伤害被彻底叫停 声音 本质上是由物体震动所产生的一种波 当波的频率在20赫兹到2万赫兹之间的时候 通过空气等戒指传到我们的耳朵里我们就可以识别到声音了 那表示声音强度的参数是分贝 单从声音的强度来说 超过60分贝的声音就会让人开始感到不适了 就开始形成了噪音污染 噪音不仅会损害人的听觉系统和视觉系统 对人类的心血管内分泌消化系统神经系统甚至是生殖系统都有影响 在一座典型的大型城市的闹市区常年生活噪音会使人的平均生命缩短10到12年 所以说我们看那些长寿村都是在偏僻的山村中 那声音环境对人的寿命影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可能人会说我的睡眠质量好 即便是在闹市区我也听不见 但科学家研究发现 即便是人在睡眠当中也无法避免噪音对人体潜移默化的破坏性伤害 那这个危害比吸烟造成的危害还要高出36% 而以上这些只是人类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的噪音污染 还有一些不常见的更为强大的噪音能够带来更加巨大的杀伤力 那根据研究人员对声音强度的模拟和计算 你甚至可以通过一个巨大的声音来制造出一个黑洞 问题来了 制造黑洞需要多少分贝的声音呢 留个悬念 一会儿我们会讲到 在此之前请关注订阅我的频道 就会有更多精彩有趣的视频送给你 我们哪都能感知到的声音强度的临界值就是一分贝 差不多就是一直距离你两米左右的蚊子所发出的声音 那当我们待在一个非常安静的房间当中 我们周围的声音大约是十分贝 这时你打开了一盏老式的电灯 那灯泡所发出微弱的嗡嗡声大约是十三分贝 一米之外的一根别针从一厘米的高度掉落在地上 它所发出的声音大约是十五分贝 乡下农村宁静的夜晚环境大概在二十分贝左右 我们正常交谈过程中所产生的声音大约在四十分贝 那说到兴奋之处可能会达到四十五分贝或者五十分贝 那家用的洗衣机在工作的时候也是五十分贝左右 那嗓门大一些的人吵起架来能够达到六十分贝 达到六十分贝的声音我们听起来就开始有些不适应了 如果你此刻正在学习或者看电视 你的家人在距离你三米处使用吸尘器的话 你所听到的声音在七十分贝左右 相信此时此刻的你已经开始感到烦躁不安了 美国环保署认定的人类能够忍受的最大噪音就是七十分贝 当然这是在对身体完全没有任何伤害的前提下 但是当声音大到八十五分贝的时候 那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就会引起听力的损伤了 施工所用的气压钻机发出的声音能够达到一百分贝 这也是我们家里常用的音响设备的最大音量值 当声音强度达到一百零四到一百零七分贝时 我们的耳朵就能够开始感觉到疼痛了 达到一百一十六分贝的低频声波 已经能够让我们感到身体在震动 一百三十分贝以上就会引起耳膜破裂甚至失松 那这也是人体能够承受的声音极限 喷气式飞机的眼睛声音就在一百三十分贝左右 在这种极端声学的破坏性效应之下 人类的大脑和心脏会在其极限的能力下进行工作 并释放出最大限度的荷尔蒙 并以最大的负荷来进行血液的输送 神经系统也会尽最大的努力来进行调节并保护身体机能 当然他们坚持不了多久 很快人就会失去意识 进入昏迷状态 我们所乘坐的客机都是有隔音装置的 所以乘客们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但是战斗机就不一样了 战斗机并没有有效的隔音装置 所以飞行员们必须要戴上耳机隔绝噪音 一方面保护听力 一方面可以进行飞行员之间的交流 如果不戴耳机进行降噪的话 再牛的飞行员也是无法执行飞行任务的 很可能在飞机起飞之前它就已经开始呕吐了 人类所制造出的最大噪音的战斗机叫做XF84H 它是F84战斗机的一个改款 美国海军当时计划安装更强的涡轮螺旋桨发动机 来获得比常规螺旋桨飞机更好的飞行速度 接着达到超音速飞行 另一方面可以直接在航母上起飞 改款的结果就是大大增加了其噪音 声音强度超过了140分贝 那在实地测试的时候40公里之外都能听见发动机的尖啸声 飞行士所产生的持续音爆横向传播出数百米 这种音爆的强度足以击倒一名成年男子 在进行陆地实验的时候 旁边正好有一架C47飞机划过 结果这架飞机的乘务长听力严重受损 美国海军的一份报告还曾经记录 一名负责研发该机型的工程师因为过于接近XF84H 结果导致其滇线发作 比它噪音更大一些的是火箭发射的引擎声音 能够达到160分贝 人类历史上的火箭所发出的最大声音强度 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在阿波罗计划中所使用的 多极可抛式液体燃料火箭土星5号 在NASA的一份发射报告中曾经记录 土星5号在发射的时候曾经达到过204分贝的声音强度 这已经超过地球上声音传播的极限了 在地球上理论上能传播最大强度的声音是194.7分贝 科学界一致认为之所以声音会有极限 这是因为所有的声音都是分子间的相互撞击所造成的 拿空气伪力 空气中的分子受到声波的干扰撞向临近的分子 之后这些分子会把这种波动传递给他们最近的分子 这就在传递的过程中产生大量分子密集的高压区域 同时也拥有相对稀松的低压区域 而当声音强度达到194.7分贝的时候 稀疏的低压区域就会呈现出完全的真空状态 那声音在真空中又是无法传播的 至此科学家们得出人类所能听到的最大声音就是194.7分贝 那么声音的强度一旦超过这个值会怎么样呢 当声音超过能量极限 声波就会变得异常躁动 它甚至会将空气向外推而形成冲击波 就比如核爆 1961年10月30日 西尼岛上空4200米处 战斗民族制造的核武器AN602爆炸 这颗被称为沙皇炸弹的热核清淡 不仅是人类历史上威力最大的一次核爆 其产生的音量强度达到了恐怖的224分贝 我们抛开核武器的光辐射热辐射不说 单单是这个声音强度所产生的能量 就足以让一个人在0.001秒内全身筋骨震断而死 有人可能会说 那也仅仅是比喷气式飞机多了100分贝而已 我们要了解的是 声音强度的增加并不是呈线性增强的 而是呈几何的倍数增加的 每增加10分贝 声音的强度会增加10倍 每增加20分贝 声音的强度增为100倍 增加30分贝则增为1000倍 那据此推算增加100分贝 其声音的强度增为10亿倍 而这还并不是人类记录到的最大强度的声音 1883年印度尼西亚拉卡塔岛附近的卡拉卡托火山 发生了一次爆发指数为6级的大爆发 这座火山爆发出的能量相当于200兆吨的TNT能量 这等同于13000颗广道原子弹同时爆炸 喷发的剧烈声响远在毛里求斯都能够听到 巧合的是 在距离火山100英里处有一个测量设备 捕捉并记录到了这次爆发所带来的声音强度 其数值显示为172分贝 科学家们根据100英里的距离进行测算 在火山喷发的地方 声源附近所承受的声音强度 能够达到310分贝 也就是沙皇炸弹所产生强度的1亿倍 那么一个虚幻的问题来了 如果是1000分贝的声音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科学家按照压强和功率进行计算 1000分贝的功率是10的85次方瓦 那么如果想维持一秒 则需要10的85次方胶尔的能量 那这是个啥概念 我们体会不到啊 我们也无法计算 搬砖要搬多少年才能产生这么大的能量呢 不过如果这样说 你可能就会理解了 把整个银河系转化成能量 大概是10的58次方胶尔 换句话说 就是100万个银河系的能量总和 还不够创造出1000分贝的声音强度 我们整个可观测宇宙的能量呢 在10的84次方胶尔左右 这次够了 只不过这个能量 仅仅可以维持1000分贝的声音 十万分之一秒 在这十万分之一秒之间 无比巨大的冲击波将周围的分子压碎 最终压缩成的物质 每个中子大小就能够达到4.98公斤 这已经达到了形成起点的密度水平 那接下来发生的是 它们可能会相互吞噬 直到它们融合成一个巨大的黑洞 好让我们从科幻世界 转移到武侠小说的世界中 金毛狮王谢逊的绝技是少林七十二绝学之一的狮吼宫 可以震碎敌人的五脏六腑 狮吼宫其实并不是指狮子的叫声 狮子吼一词最早建于释迦牟尼佛初诞生时 曾经一手指天一手指地 做狮子吼云 天上地下 唯我独尊 后来也比喻佛祖在宣讲佛法时 其声音有震慑人心的不可思议之威力 后经少林寺的祖师们严练 练成了一门克敌之绝技 此宫为人体丹田内气外发 攻城之后 御敌交手 发功呼啸 可以使敌人肝胆剧烈 心惊胆战 毛骨悚然 往往一声长啸 即使对手不战而败 可是金毛狮王谢逊 毕竟是金庸先生笔下的人物 那现实中有没有人会这门功夫呢 有人认为 历史上将狮吼宫 修炼成大成的是张飞 想当年曹操得了荆州 在追杀刘备的途中 张飞负责断后 可是当时呢 张飞手底下只有几十个兵 根本也不可能挡住 曹操的百万大军 于是在当阳县的长板桥头 张飞亲自站在桥头 运足了内功 一声大吼 直接把夏侯杰的肝胆给震碎 直挺挺的从马上摔了下来 那这也让张飞的施后功 名传天下 当然了 三国演义和三国志不同 它是经过艺术加工的小说 所以我们无法去判断 其真实的可靠性 但是现在看来 目前测量人类尖叫 所能够达到的 最高声音强度是128分贝 这个分贝已经能够对人 造成一定的轻微损伤 但是远远不至于武脏震碎 那如果是低频的声音 能够达到这个声音强度 如果产生共振 其杀伤力会有很大的提升 但是目前还没有人类能够做到 但有一种灵长力 是可以超过这个声音强度的 这种大型的猴子叫做吼猴 一听名字就知道是个能喊的主 吼猴拥有发达的下颌骨 而且自带扩音器 它的喉咙中长着一个 类似气囊一样的神奇结构 能够在呼喊中将声音放大 它们会通过吼叫的方式向外来的生物示威 吼猴的声音最远可以在5000米之外听到 其声音最高能够达到140分贝 如果你和一只吼猴同在一只封闭的屋子里 那么它的吼叫就真的能产生狮吼弓的效果了 但这并不是动物界里狮吼弓境界最高的屋种 在海洋深处有一种动物能够发出超过200分贝的声音强度 那就是抹香精 200分贝有多么恐怖 我们之前已经讲到了 而在海水中由于其密度比空气更大 这意味着其产生的声音强度会比地面上的威力更强 海洋探险家詹姆斯内斯特曾经与一个潜水员一同与抹香精游泳 虽然与抹香精保持了很远的一段距离 当潜水员试图靠近抹香精群的时候 抹香精发出了一声吼叫 潜水员被震的几乎晕厥 足足四个小时 他的手都无法动弹 而如果在抹香精发出吼叫的时候 我们站在他的头顶上 那巨大的高能声波会直接震碎身体中所有的筋骨 看来抹香精才是真正达到了失吼功的最高修为 好 关于声音的话题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 你遇到过什么有关声音的有趣经历 请在评论区留言和大家分享 我是小K 下期再见 中文字集中 感谢观看